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 同时 影片一开场 离婚的龙套姐由于寂寞难耐啊 脾气变得是越来越坏 加上闺女整天的念叨她爹地 龙套姐一怒之下 把她闺女关在了阳台上 等这姐们消了气到阳台上一看呢 发现闺女已经不见了 这下可把她吓尿了 她楼上楼下瞎熊愣愣变的也没找到 等她失昏落魄的回到家一看呢 发现闺女又神奇般的出现 把这姐们激动得是花质乱颤 当她正跟闺女谈心的时候 索命歌突然出现了 小喇叭一吹 这姐们三天之后就领了合换 转场之后 记者蒙圈哥采访了龙套姐的邻居学生妹 学生妹说那天晚上我正在家复习功课 突然听到隔壁龙套姐家一声惨叫 我从阳台上伸过头一看呢 发现龙套姐已经交了饭票 不瞒你说啊大哥 当时就把我给吓叫 我记得当时她闺女嘴里哼着一首儿歌 什么欢迎到上之乡马戏团 保证让你全玩完 而且龙套姐死后没多久啊 那闺女也人间振华了 另一个学生尖明妹说 这有可能是那个把孩子带走的传说 叫什么汤密的诅咒 蒙圈哥说汤密的诅咒是什么情况啊 尖明妹说汤密首先会把孩子带走 然后一泡尿的功夫 孩子又会重新出现 发现这孩子的人呢 马上就会发狂 三天之后肯定累还换 据说这个汤密会操控死去孩子的灵魂 想想都吓人了 蒙圈哥一听算是彻底蒙圈了 这哥们在逛商场的时候 偶遇了自己多年前的好基友炮灰哥 炮灰哥说 你跟女朋友大眼妹早就生理煮成熟饭了 怎么还不把事理办了 蒙圈哥说据我观察呀 大眼妹已经怀孕了 但他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 你说我错过不错过 炮灰哥一听就吓了一跳 说哥们儿啊 大眼妹不会给你戴绿帽了 蒙圈哥说我这么优秀 不能够 炮灰哥刚把蒙圈哥送到门口啊 突然一个小萝莉出现了 炮灰哥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这小萝莉唱的儿歌啊 跟龙套姐的闺女唱的是一模一样 蒙圈哥一听啊 急忙用录音笔录了下来 这哥们儿回家听着录音 研究来研究去啊 也没研究出个屁 由于小正太的妈咪一直没来接他 作为幼儿园阿姨的大眼妹啊 只好带着孩子来到了小正太的家 可大眼妹光光光的 砸了半天的门呢 里面也没有人 两人坐在路边前扯淡 已经怀孕着大眼妹的母爱开始犯了 大眼妹说 在你妈咪回来之前 老是先当你的妈妈 小正太说 我年龄小读书少 咱俩拉过上吊啊 谁说谎之就交翻票 随后大眼妹把小正太带回了自己家 蒙圈哥说 你母爱犯烂也不能这么干的 你应该去报案 大眼妹说 就今儿一晚上的事 你甭跟我出来劲啊 小正太在蒙圈哥和大眼妹的照顾下 这一晚上啊 过得是非常的开心 两人躺在床上闲扯淡的时候 大眼妹禁不住 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画面 原来大眼妹的童年呢 非常的灰烂 自要是他妈咪一生气啊 就会把他关进密 幼儿园的老阿姨说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 怎么能让孩子住你家呢 这要是让领导和其他家长知道了 你的工作还要不要 这小正太呀 估计以前在家呀 也没得到过什么母爱 大眼妹对他那么关心 他就当了真了 这个时候 索命哥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不过这哥们儿 很快就徐晃一招又撒子撩了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件 就在大眼妹愣神的时候 两名警察突然出现 警察说 昨晚上小正太的妈咪 用门把手上吊领了好看 转场之后 蒙圈哥找到了炮灰哥 说你那天见到小萝莉的表情 非常的诡异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炮灰哥说 那小萝莉之前在我店里 偷东西的时候 被我抓了个现行 可当我准备对他批评教育的时候 他却突然不见 但没过多久 他有神奇般的出现 而且他还带来了一群的呼朋狗友 把我吓得是浑身发抖 蒙圈哥察言观色 说你是不是对小萝莉做过什么呀 炮灰哥说 我既不是老师又不是校长 你别往那脏的地方想 炮灰哥魂不守舍的 刚回到家呀 孩子们就杀刀了 连拉带拽 这哥们很快要写了菜 由于小正太的妈咪领了盒饭呢 儿童机构的工作人员 就打算把小正太送到福利院 小正太急忙躲在了大眼妹的身后 说妈呀 我想跟你回家 老阿姨说他不是你妈 小正太说我没有约定 谁吃盐要谁的命 小正太一口一个妈的叫 把大眼妹叫得是心服气了 他舌尖一顶上鸭糖 叫单天一粒混元气 直接把小正太推倒在地 炮灰哥的死讯呢 很快就传到了蒙圈哥的耳朵里 这哥们心想 虽然日本的鬼杀人不需要理由 但这次确实有点过了头 他打开炮灰哥留下的摄像机一看呢 这当下就是猛黑衫 原来炮灰哥果然是个猥亵少年儿童的大坏蛋 蒙圈哥和大眼妹通过对儿哥歌词的研究 发现在日本的衣室曾经有个上之乡马戏团 不过这个马戏团在多年前呢 被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干什么都不剩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小正太神奇般的出现 并且冲着大眼妹就唱起来那首儿歌 按照之前的惯例 小孩只要冲谁唱儿歌 谁三天之后就要嗝个屁 两人正蒙圈的时候 儿童机构的工作人员突然打来电话 说小正太在去福利院的途中突然失踪了 蒙圈哥说看目前的情况 咱俩必须去衣食一趟 两人把小正太放到老阿姨家站住 然后连夜开着车就上路 蒙圈哥说经过我的研究发现 只要谁对孩子不好 谁就有可能里头看 因为你调戏了小正太的感情 因此也被汤米给诅咒了 来到一世之后 两人很快便找到了上之乡老大伴 上大伴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开医院 我爹地挣了钱之后 就想完成他儿时的愿望 搬一个马戏团 这首汤米之歌是马戏团的团歌 主要就是忽悠观众买票用 当时我们那些小屁孩人人都会唱 随后两人来到了60年前 发生火灾的马戏团 从当年的资料上来看 当时有7个孩子在火灾中领了喝饭 接下来这二位又找到了一些 道具准备好的资料 原来这个汤米是马戏团的富语师 而那个吹小喇叭的索命哥 就是汤米控制的那个黑斗烹人偶 对于蒙圈哥和大眼妹 私闯民宅这种行为 索命哥非常的不爽 说你们怎么这么没礼貌 近来之前连门都不敲也太没嫁叫 索命哥说着把小喇叭一吹 七个葫芦娃就出现了 眼瞅着这二位就要叫饭票了 上之乡老大被及时赶到 上大败说 当年汤米的节目非常的受欢迎 孩子们对他也很崇拜 可有一天几个孩子突然不见 乡亲们都认为这是马戏团的人才 于是愤怒的人们一把火把马戏团给烧了 导致汤米和七个孩子全都领了喝饭 自打汤米死了之后便出现了诅咒 村里的大人们前夫后继 一个接一个的嗝了去 当时我认为 肯定是人偶身上积聚了汤米和孩子们的怨气 于是我就把人偶扔到车上拉到了外地 这个时候大眼妹回忆起了小时候的经历 原来大眼妹小时候经常受到他妈咪的容领 因此这心理充满了怨恨 索命哥说我会帮助你完成心愿 让你妈咪领和饭 果不其然索命哥是说到做到 很快就让大眼妹的妈咪交了饭票 大眼妹说索命哥和怨恨大人的小孩交换约定 他留下自己的小拇指 然后要了那些大人的命 蒙圈哥说这编剧就是一大长帽 纯粹的胡编乱造 当物至极是找到那个人偶解除你身上的诅咒 不然时辰一到你也得交饭票 可两人刚开始行动 大眼妹就被索命哥给活捉了 随后索命哥利用超能力 让大眼妹回到了过去 原来当年那个富语师汤米是个恋童癖 他把孩子们绑架之后 刚准备瞎胡闹 孩子们的家长就赶到 这孙子一看大事不妙 于是便打算放把火把犯罪证据给毁掉 人偶说你这个王八蛋不能这么干呢 可汤米根本不听劝 人偶一看上去就让自己的好机油领了喝饭 索命哥说没想到汤米表面上道貌安然 却一肚子的难道隐畅 老子这些年让他摸来摸去 想想就来气 大妹子呀 你的时辰也已经到了 准备叫饭票了 大眼妹一听就瞎叫 这个时候小正太出现了 大眼妹说阿姨欺骗了您的感情 非常抱歉 影片的最后 小正太原谅了大眼妹 三个人齐心合力 终于让索命哥狗了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匙押井 孩子天真又可爱 必须用心来对待 欺负小孩遭抱怨 迟早让你谢了台